今天邀請到的來賓非常特別 他和我一樣也是在電子音樂這條路上耕耘了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可以說是我的前輩 他也是在廢話語地區靠自己的雙手殺出一條邪路 儘管他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樣 但他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也和大公司和非常知名的藝人有合作過 那今天分享的心得也會和過去到現在多訂閱到百分之百靠DIY的方式有所不同 那我們現在就來邀請來自香港的電子音樂製作人ZEIT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的製作人ZEIT 很高興今天邀請到你來我的podcast來跟大家聊聊一些就是 我得說你會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我不會的東西 是嗎這麼誇張的嗎 真的真的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就是 目前為止幾乎都是靠百分之百DIY的感事 你知道我沒有太多跟唱片公司還有什麼 版權公司或者是發行公司等等的 或是找其他合作的機會 您之前不是跟那個band去自己有一個band這麼的一個東西嗎 很久以前那個在台灣的時候 那個做法跟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對吧 是嗎 對不對那個十幾年前 嗯 好啦那我現在先不然先跟觀眾朋友就大家聊一下好 我們先問一下你是怎麼樣什麼時候開始做音樂 做音樂做多久了 好跟那個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哎呀其實我做這個音樂做了很久了 就做了 您別看我最近兩年才有那個新歌 其實我做音樂做有十年時間了 哦真的啊 那你一開始是做什麼樣的音樂 哎呀一開始就是一段很痛苦的旅程啊 一開始就是跟那個日本的一個hip hop那個歌手合作 嘿 是是是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去發行了一個什麼什麼 什麼雙手線的夢想這麼一個歌 OK 所以你那時候的職位是什麼 你就是也是artist嗎 然後跟他合作這樣嗎還是 是是是我也是製作員 但是準確來說那個時候是一個beat maker 哦OK 哇那你很早就開始做就是譬如說像是電子音樂這種 就是以beat為重點的歌對不對 啊對沒錯沒錯 哇那也是很早以前就開始 如果是十年前那個時候 那時候得說真的做電子的人還不是這麼多 因為後來電子變得很紅嘛 你記得嗎 啊是是是是 對啊那可是一開始的時候電子好像還是 還不是這麼厲害 就是還不是這麼多人關注的一個風格 也沒有了 其實那個時候也有那個那個那個電子 其實那個時候hip hop主要那個beat maker 還是已經以電子為主了 但是那個時候我做的歌是沒有旋律的 就是一個藉咒去跟那個日本歌手合作 哇那時候我在當偶像團體沒有注意這件事 哈哈哈哈 哇那你做 沒錯沒錯沒錯 我真的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你是很酷的 我覺得你整個人的vibe非常酷 我一開始其實我跟我跟Zide會認識也是 就是我們一開始也就只是網友而已 然後他有看到我就是獨立音樂島的一些內容 然後他就寫信給我 我就跟他聊了幾次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人太酷了 我想要當朋友 我覺得他講話很有趣 然後整個人就是很down to earth 我覺得很棒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然後不會不會不會 那我們再聊聊一下就是 因為我後來就是跟你聊過之後 我才發現就是你的approach 跟我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才有興趣說 講說找你來和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一些我沒有注意到的部分 就譬如說和唱片公司合作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問問你就是 你是如何找到就是和唱片公司合作的機會 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我其實很少在reach out 我都是在經營我自己的群眾 然後我對於唱片公司 該要怎麼樣找到跟他們合作的機會 我其實基本上我是說就是在國外啦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其實一蹺不通 我雖然有認識一些人 但是就是除非真的有認識的 那有一個切入點 如果真的是code reach out 的的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你是怎麼找到和唱片公司合作的機會 其實現在那個國外的唱片公司 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種就是像我們台灣 像香港那樣四大 黃球 然後WMG 然後索尼 是是是 他們運作的方式是簽人 知道嗎 去簽這個歌手 就是經濟約嘛 那種360 deal那種 經濟合約 是是是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現在那個電子音樂啊 各種各樣都變成都變成挺主流的了 就是他不是簽這個歌手 他是只簽這個作品 就是一首歌一首歌這樣 是是是這樣的 比如說現在比較出名的有這個 Spinning Records 這很大的品牌現在 是在這個荷蘭 然後有這個NCS 然後那個什麼怪物貓 這個什麼Monster Cat 像NCS跟Monster Cat 他們一開始是YouTube Channel 我記得 是是是 他們就會後來Channel經營的很大 然後就是好幾百萬追蹤這樣 然後很多人都會聽他們的Channel 但是我其實也沒有很清楚 就是他們是怎麼樣靠這件事情做起來 但是我知道NCS跟Monster Cat 我之前也有聽過 我會覺得哇靠 這個Channel做得太大了吧 這也太猛了吧 是是 這個大人啊 時代變了 知道嗎 真的 以前唱片公司才不會就是 不會用這種方式做的事 現在就經營一個YouTube Channel 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到最後也可以變成一個 就是唱片品牌啊 現在其實應該這樣子講 您必須先達到這個千曲 比如說有簽到這個 去Spinning Records 簽到十幾首這個歌的地步 然後大的唱片公司才會找你合作 對不對 哦 make sense make sense 蠻合理的 對對對 然後現在我在這 還還在這個摸索這個 這個去找這個Spinning Records 這個NCS各種的街道 其實我也有投稿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電子音樂的品牌 嗯 這個其實是一個挺複雜的過程來的 知道嗎 所以你其實主要就是寫email去reach out嗎 是是是是 其實我的方法是比較 有點科學的 你說你說科學我真有興趣 有點科學了 有點科學了 就是我在那個網站上面去有一個什麼那個chart matrix chart matrix我知道 chart matrix這麼一個數據網站 我先去把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歌單 電子音樂的歌單下載下來 然後我去把所有的那個 比如說從100萬到10萬這個排列下來 知道嗎 哦 你說以follow的數量去排列 是是是是 然後我再從100萬10萬我一個一個的去把它把它掃下來 比如說100萬很多東西 嗯 嗯 比較多是荷蘭那邊的那個唱片公司 嗯嗯嗯 下面就是現在比較出名的都是在荷蘭和英國的 這個這個這個電子音樂 嗯 知道嗎 嗯 然後我一個一個去把它掃下來 現在我也也有 去找到這個唱片公司方面的資料也有 100幾百個啊其實真的 哇其實說實在的 我後來也有發現 其實很多在spotify上面經營歌單的 就是除了spotify自己的就是official playlist之外 就是很多很大的歌單其實也都是唱片品牌自己經營的 或者是youtube channel他們去經營的 然後就是進到一個很大的follow的數量 他有一個很固定的listening listener base之後 然後他就有他的能力可以去promote他想要promote的音樂人 是吧 是是是是是是 主要現在音樂的您看就是第一個就是youtube channel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spotify playlist 就主要就兩個了 沒錯 哇所以你真的是這也是很大的時間要去分析這些這個歌單 然後找到他們背後就是建立的人是誰 然後怎麼跟他們聯絡 我花時間 哎呀真的是真的是現在我感覺我現在搞在就是 市場方面的時間去比我自製音樂的時間還多 真是太辛苦了 真的我也得說其實我認識的絕大多數比較成功的 或者是有取得一些就是商業上的成就 不論什麼樣的風格的音樂人 其實到最後你都會發現其實你到最後真的拿來做音樂的時間 真的沒有辦法這麼多 很痛苦其實 真的是現實 這個時代 這真的是現實 那就是如果你全心全意拿去做音樂 就是真的是很吃虧的一件事情對不對 是現在這個時代不可能 不可能有什麼酒香不怕漢子聲這個說法了 沒有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大家都是看你看你有多少follow 你有多少play 這最實在對不對 是 對啊 那我想那你在寫email跟他們去reach out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我這個人就是我很害羞 只看人家說我的音樂怎麼樣 不是我意思說 我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聯絡說 就是我想要跟你合作 我也想說實在 我也希望可以跟一些就是覺得能夠 就是喜歡我的風格 或者是覺得我的風格是有機會可以合作的人去 其實很多人也都這樣跟我說 我在英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你叫我去要去reach out 要去找一些人 但是我都跟他說我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開始 所以你有沒有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你去reach out的時候 哪些東西是要注意的 哎呀其實也沒有這麼難的了 您就是很多很多唱片公司 它的那個官方網站上面都列出這麼一個 比如說那個demo at什麼什麼.com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把你的訊息去寄到他們電郵 那個油箱裡面去嗎 是不是 嘿我不曉得 哦對我其實好像也有看過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寄過來 但是我常都覺得那個真的會有人看嗎 哈哈哈 那真的會有人看嗎 那個確實是挺難的 但是我確實是嘗試了很久很久 然後大概有 我估計就是五封裡面有一封會回復吧 哦真的啊 所以這個回復 那還是我覺得還是蠻高的我得說 如果五封一封回復 我覺得這個其實算是很高 因為現在email本來就很容易寄出去 根本就沒有人理你 不管你是寄什麼 你寄出去很多人根本不會理你 所以我覺得五封可以回復一封 好像還蠻值得嘗試的 這個事情其實還需要去 比如說有幾個 我分享幾個心得吧 怎麼去那個 怎麼去那個提綱您的那個 提投稿 這個電郵的那個回復率 嘿你說 是吧 嗯 細工廷我也想知道 我想知道 是嗎 是嗎 來來來來來 第一個就是 他每一個唱片公司都有自己固定的風格 啊 對 沒錯 嗯 這跟華語音樂好像就不太一樣 華語音樂就不太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是是是是 因為世大嘛 世大他們都是各種各樣的風格都有的 然後他們不會去考慮這些 然後 電子音樂真的是 您別看他的 這麼電子音樂這麼一個大類 其實他裡面是分了很多很多的 室內的 嗯 很多 超多 各種細項小小大大小小不同的小風格 啊 是嗎 然後您必須去每一個唱片公司 您在投稿之前 都必須去聽一下他們歌單裡面 現有的歌是什麼風格的 對 對 對 然後 如果是你不要下雞巴去什麼 比如說 您是 亂投 progressive host 然後您去投一些比較trap類型的 那肯定是不行的 知道嗎 啊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要先研究出來 哪些唱片公司的風格是和你比較搭的這樣 嗯嗯嗯嗯 必須研究 然後 否則您 以後可能他 放您去那個黑名單 那 也會有的事情 我聽說 他就要封鎖你 是 是 不過像是分析風格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方式是可以就是知道 因為我覺得風格 我自己也其實很不太熟 就是譬如說你真的要問我說 我做的那個是什麼風格 你有什麼就網站啊 什麼可以 我知道有一個music map 我之前會用music map 但除了music map以外我就不太知道其他的 你有沒有推薦什麼網站 您這個啊 您這個功課的功課就做的不太好 沒錯 這方面我不太擅長 擅長 這個分析風格是我們製作人 基本的素養 是不是 沒錯沒錯 這個我確實有點缺乏 是 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什麼什麼秘訣 就是聽得多 然後我又有一個秘訣 就是您在這個spotify上面 比如說去找這個future base 嗯哼 是吧 您想了解這個future base是什麼一個風格 然後你去聽那個歌當裡面的歌 那不是一目了言了嗎 我想說就是像是譬如說 那唱片公司應該也是同樣的方式吧 你就譬如說找到這樣的playlist 發現他後面的唱片公司是做這樣的風格的歌 那基本上就是去聽他簽的人 他簽的歌跟你的風格到底接不接近 對對對 就是這麼複雜但是簡單直接 這就是要花時間去研究 那除了風格之外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在去reach out的時候 另外一點其實也外面的人也經常說的 就是您的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各種各樣的粉絲的數量 這倒是真的 這個時代 這個最現實了 真的很現實 真的 比如說您的Facebook上面有粉絲多少 然後Instagram上面有粉絲多少 就是他們唱片公司都會看的 嗯 是是是是 也合理啦 當然這個時代做音樂就是 如果我也是其實站在唱片公司的角度想 我也得說就是 如果他覺得你這首歌根本不會賺錢 他是絕對不會投資你的 哎呀 是啊 其實唱片公司說白了其實就是一門生意嘛 是啊 是啊 您的歌必須有這個大賣的機會 他才會去接受您的這個作品 是不是 嗯 對啊 沒錯到最後大家都是要賺錢的 哎是 現在這個時代太悲哀了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才覺得你很厲害啊 沒有辦法用這個方式就是這樣殺出一條血路 我真的覺得是很不容易 花的時間真的太多了 那我也在想說就是 除了 呃 像是Social Proof之類 Social Media的粉絲的數量 因為我知道 欸現在投廣告是一個就是 大家都在幹的事情嘛對不對 嗯嗯 那唱片公司他 有時候譬如說他跟他不認識的合作的 歌手合作或者是他簽了一首新的歌曲 一個單曲的作品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會想說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宣傳的管道 你自己有沒有自帶流量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可以推廣這首歌的機會 他們是不是也會這樣想 嗯嗯 那肯定是會考慮這一點呢 比如說您的必須 這首歌你在電郵裡面去提及 你會放多少預算去推廣這首歌 知道嗎 哇哦這很關鍵欸 所以你在Email裡面也會告訴他說 你會用什麼方式去推廣 如果你要偷廣告的話 你會花多少錢去推廣這樣嗎 哎是啊是啊 必須去下面比如說列幾點吧 就是您會發這個2000美金去去放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放在這個呃您的YouTube是吧 那個呃您不想花錢的 你去搞一個歌詞 這麼一個MV是吧 哦哦哦 是吧然後各種各樣的 比如說給PR多少錢各種各樣 您列出來比如說2000美金 然後唱片公司一看 就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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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員 會投錢的去進這首歌的 那肯定是提高這個這個機會 合作的機會這樣 哎對對對 這樣真的很有道理欸 我想想了一下確實 我覺得照這麼說 基本上Reach out的時候 就是要多從唱片公司的角度 出發去看事情 是沒錯沒錯 所以想看整理一下 所以第一個其實很重要的是風格要打 因為風格不打一切沒得說 那再來就是你要讓他看得到一些很基本的 比如說你的following啊 你曾經跟 你有沒有跟誰合作過啊 然後給他看到一個有 欸你這首歌有一個就是 可以替他賺錢的機會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 對於這首歌你有什麼promotion的計畫 你會花多少錢 你有什麼宣傳上的安排 然後他才會比較理解說 他到底和你合作 有沒有什麼好處可以落對吧 對對對 對 我有看到你的作品 有一些還蠻 還蠻有知名度的一些人合作欸 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 找到這些人跟他們合作 因為我覺得在音樂這件事情上 你要找到的人合作 除非就是你們原本就認識 然後彼此有一個基本的信任 如果是不認識的話 我覺得要找到合作對象 也是不太容易的欸 那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麼 你是怎麼找到適合合作的人啊 欸您是看到看到我的那個跟那個英國迪士尼歌手 那個松了威里 那個說的發雅威是吧 對啊 是啊 那個其實是那個欸我分享一下吧 直接分享一下吧 就是有幾個網站啊 第一個就是比如說就是YouTube 是吧也沒有什麼秘密啊 就是YouTube上面有很多這個Cover Singers 知道什麼是Cover Singers嗎 欸就唱Cover歌的嘛 就是唱別人的翻唱歌曲 啊是是是 翻唱別人的歌 自己沒有歌是吧 欸對自己沒有在寫歌 這很會唱 這種人通常都超會唱 沒有預算去寫歌 但是可能有預算 但是就是他們 就是翻唱別人的歌 其實他們自己也有想 享有自己的作品 我想有自己的作品應該是大家的夢想 就算是翻唱歌手也是 是是是是是 然後我們製作人啊 就去真的也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一個一個去去搜尋這個 比如說啊那個最近最出名的什麼歌 然後您就是Justin Bieber 然後空一個Cover 知道嗎 然後您就看到很多翻唱的一些 男男女女的都有 對 然後就跟他們去reach out這樣 是把他們的資料啊 放進這個很長很長的excel list裡面 哇這真的是資料匯證的能力耶 就跟剛剛講的唱片公司跟那個playlist一樣啊 是也是然後您必須把把他們的那個followers 那個那個多少粉絲的數量啊 也必須去放進去 ok 對 然後去排列 您比如說排 拿到蘇俊已經有1000個歌手了吧 然後您排列 您就知道哪些歌手是比較出名的 那您就去優先找一些比較出名的歌手合作 啊 然後ok 然後就照排序來一個一個下去聯絡 看就是他們有沒有興趣 是是是 然後youtube他們那個channel上面 不是有一個關於這麼一個一個最後 一個這麼一個頁面吧 你說about那個就是 對對對 然後他們大部分都有那個電郵在裡面 其實也沒有什麼秘訣了 就是透過電郵跟他們溝通 ok了解 對 這個youtube是第一個了 然後另外一個的我分享一下 有一個就叫那個soundbatter ok那是什麼東西 soundbatter 您分享一下大屏幕上面 分享一下這個soundbatter這個字 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會把它打砸解出來 我會把連接也放進去 那你可以簡單這個 因為我也沒有用過soundbatter 我來敘述一下好了 是是大大的字 這個soundbatter其實也存在好幾年了 就是外國一個 spotify投資的這麼一個公司 它的那個作用就是去聯繫 全世界的製作人和歌手 哦 所以它是個中間的橋樑 啊 中間的橋樑 然後您在上面 其實最近的那個 越來越多這個音樂人去 也上去啦 也去把這個自己的那個 profile啊 各樣各樣的作品去放上去 然後尋求這個合作 嗯 知道嗎 其實真的 這個確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產業厲害的人很多 而且互相合作能夠創造的機會也很多 但是真的要找到像我就是啊 我就是一個人苦幹的那種 真的要找到合作真的不太容易 我可以之後也來試試 你說soundbatter嗎 我會把它連結跟名字都寫下來 分享給大家 請請請 跟那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另外一個 跟soundbatter 比較類似的 但是第一集的 他的名字就是 Fly Alo Flyer Fiverr 這個我知道 Fiverr我也有在用 我會用Fiverr都是找那個 譬如說什麼平面設計 幫我畫圖的 我自己不會畫圖 印度人是吧 很多印度人在想 對很多印度人 然後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 什麼技能都有對吧 有的會幫你做網頁的 有的會幫你畫畫的 有的會幫你拍照的 然後你 他會告訴你說 做什麼多少錢 你覺得他的作品不錯 你就跟他合作 這個我有用過 對對對 各種各樣方面的服務 服務都有 但是他其中一個服務 就是有一些 比較說 比較不那麼出名的歌手 去上面去 就是比較 便宜 廉價的一個 這麼一個 價錢去給你去唱一首歌 這樣子 明白嗎 對我覺得Fiverr 應該就是以就是 純粹技術取向 因為他就是譬如說 因為畫畫的也是 做網頁的也是 他就是替你做好一件事情 那多少錢 那你就 我很單純的就是 買花錢買技能 對我來說 可是我覺得Fiverr 對於獨立音樂人 或者Independent Artist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因為你知道一開始 尤其剛開始的時候 你不可能就是身邊有一個設計師 或者是身邊有一個網頁設計師 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那個預算 那我覺得Fiverr 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你就可以找到人幫你做好一件事情 那你多少錢 你講好就付錢給他 這件事情做好 我覺得這個很棒 說真的 我也很喜歡Fiverr 我也很常用 對對對 就是你把這個Fiverr 這個大大的字 無色在螢幕上面 哇你看這個Zite的大哥 真的很照顧大家 提醒我 名字要打出來 很照顧很照顧大家 打出來打出來 我會記得 我會記得 那除了這個就是尋找合作的對象 那重點是 在合作的過程中 你也要想 譬如說 假設你是一個剛開始的音樂人 你啥都沒有 那如果你要去找一個 就是有個幾百萬follow的這個 音樂人跟你合作 你覺得是有可能的嗎 還是有可能 比如說我第一首歌的時候 Fly Away 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是 沒有那麼知名的 知道嗎 真的喔 是啊 那個時候 那個instagram上面 粉絲才幾千 就是 我覺得 這個還是 那個 作品的那個質量 去取勝 知道嗎 嗯 所以就是 那你是如何判斷 你自己適不適合 跟這個人合作的 主要還是 就是 這個問題問的比較好 這個確實比較靠直覺的 喔 真的真的 比如說他的那個歌 歌的那個歌聲 是不是適合去放在你的音樂裡面 那就是 另外一回事了 就不是那個 自從推翻的事了 就跟你的風格搭不搭 基本上 對 另外一件事情 應該說也是要一點 就是真的是 要music producer 比較對會有這種事情 會比較有敏感度嗎 因為你會知道 你的音樂做出來之後 你想要什麼樣的聲線的歌手 那什麼樣的歌手 會適合這樣子風格的歌 而且就是 剛剛有講到 就是譬如說像唱片公司也是 這些比較大的歌手 通常他們也都有自己的 management 有自己的團隊 那他們也會想說 就是你的歌跟我們家的歌手 到底合不合 跟我們公司發的歌曲 到底接不接近 那剛剛歌曲質量 你剛剛有說 但是這些東西真的是 哇 照顧起來真的也是不容易 其實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就是音樂製作方面 怎麼去把您的那個 我必須說一點 就是您的 給他聽的那個版本 就是您寄給歌手那個demo 必須是最完整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為講demo大家都在講demo 但這個時代 你的第一印象就決定了你到底怎麼樣 就是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問我 去把那個demo應該是去什麼程度才寄給那個歌手 我說必須是最完整的 因為您跟他聯繫只有一次機會 哇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心得重點 所以demo基本上就是要做到最好的說實在 如果你要reach out的話 是啊 比如說他開你的電郵 只會聽一遍 然後他覺得不好聽就不跟你聯繫 對不對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你和唱片公司合作經營的這個過程中 你覺得和唱片公司合作有什麼優點跟缺點嗎 優點方面還是比較多的 比如說第一個就是省下這個 我們這個歌單的這個費用吧 你說promotion這部分 promotion這個費用 我知道外面有很多那個歌單 spotify什麼playlist promotion這樣的服務 然後我初出茅廬的時候 也曾經買過這些坑爹的服務 知道嗎 真的 我之前其實也有買過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太坑爹了吧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太慘痛的經歷了 比如說你買了他100美金的這樣子的服務 他最後給你的才十幾個播放 知道嗎 這真的是 所以想起來真的是蠻血淚的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跟你保證什麼事情 那你買了之後 你也其實不能確定說 你到底買到了些什麼 你就感覺是買個機會 不知道買了什麼 買個空氣吧 你可以這樣子說 對啦 跟唱片公司合作就可以避免這種 嚇雞巴鳥毛絲 真的太坑爹了 跟唱片公司他們自己也有這個歌單 你跟他們合作 那肯定你能進他們歌單 是不是啊 他們自己有經營過的 就是基本的資源也都是有的 是啊 是啊 然後就是第二個優點 我聽說 就是有一些唱片公司跟那個 Spotify的那個 Editory Paylist 知道嗎 就是官方歌單嗎 官方歌單 他們跟他們那個編輯有聯繫 這是一定的 這個你不確定 我跟你講這是確定的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有朋友也是在Spotify工作的 其實Spotify當然跟唱片公司 因為一開始Spotify在做串流的時候 它總是要先跟版權談好 尤其是四大公司 版權要先談好 所以他們中間都還是會有談判跟利益交換的過程 這是一定的 這個世界還是講的還是關系啊 對不對 對啊當然啊 還是錢啊 尤其就錢大家賺 錢跟關系這個事情應該太黑暗了 沒錯 這沒辦法 我覺得做什麼產業其實都是啦 只是音樂特別嚴重 真的 然後第三個優點 我就是這樣子吧 我這樣子說吧 我其實之前也有研究過一些世界上 知名的音樂之爭 電子音樂之爭 他們的第一首大買的歌 是透過唱片公司還是透過自己發行的 嗯 你知道我的答案是什麼嗎 不知道 全部都是透過唱片公司 沒有一個是透過自己發行的 哦是啊 其實也可以理解啦 我沒有研究過我真的是蠻surprise 所以基本上你真的要走到一個global的 就是一個全世界都認識你的話 其實你還是需要有一個team 你就一個人自己幹 基本上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是是是是 他們可能就是之前他們最初的 比如說十首十首作品 有一次是自己發行的 但是他的那個世界出名的 去爬升到世界一流地位的那個作品 都是透過唱片公司的 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嗯 可以理解真的 說實在的我也覺得 因為我到目前為止 因為我也還沒有做到這麼大 我其實也是相信 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想說就是我的做法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累積到程度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覺得就有 比較有談判籌碼去和 不管是版權公司還是唱片公司合作 那合作之後你才有辦法就是把你現在經營的事情 越做越大 然後到最後和你合作的廠商也會越來越大 和你合作的歌手或者是其他的藝人也會越來越大 你才有辦法一直往前跨 對對對 Jazz您說的這個也是正確的 那我在想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 不管是做獨立音樂也好 或者是尤其像做音樂製作人 我們就是在這個產業 觀察也就是經歷了一段時間 其實當自己要出來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的心裡都會有一條路 就是我從現在開始要開始做自己的作品了 因為我也是 我從離開台灣到現在 開始要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我也會開始想 我從現在開始做自己的作品之後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要朝哪個方向去努力 我要經營用什麼方式去經營群眾 我要用什麼方式跟唱片公司合作 我才可以把我的事業一直往前推 那我想問你的是 當你開始決定要做自己的作品的時候 你心目中的音樂事業 是不是有一條road map 就是有一個方向 一個前進的路途 Jazz您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的很重低比較好的 謝謝 比較好的 那我也跟觀眾朋友們分享一下吧 其實我最初的時候也是沒有任何的頭緒的 知道嗎 OK 知道嗎 對這個音樂這個事業去怎麼去發展 然後去一步一步的 就是我現在有主要就是三個大方向 知道嗎 第一個就是跟那個出名的歌手合作 OK 我覺得這其中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在我心中我覺得比較大的困難是 就是如果你做的風格 如果不是跟大商片公司的風格接近的話 是不是會有會比較困難 這個肯定是比較困難的 這個毫無疑問 這個也是我最近才那個怎麼說呢 醒悟的一點 知道嗎 最近才醒悟的一點就是我以前做的音樂都是 都是比自己喜歡的音樂 OK 然後現在我做的音樂都是怎麼說 都是比較貼近這個市場的潮流的 OK 是啊 比如說現在流行的一個叫Slab Hose 電子音樂的裡面的一個這麼風格 你說叫啥 Slab Hose Slab Hose OK Slab Hose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最近才冒起的啦 但是現在唱片公司就浩著有瑞 知道嗎 哇你真的很理解唱片公司要什麼 真的是厲害厲害 真的是有在研究才會知道 因為我完全不曉得 說實在 真的走的歪路太多了 真的太苦了這條路 我跟你講 不容易 好啦那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你說除了跟歌手合作那還有呢 另外一個就是跟另外一些的製作人合作 OK 你說同樣就是做音樂的其他製作人 對 就是collab這樣 同行嘛 這個同行 雖然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就是什麼 同行無敵國 但是現在這個音樂還是比較開放的 我得說我覺得 我也覺得做音樂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什麼所謂的競爭 我說實在的 對 就是大家互相分享彼此的fanbase 其實才是成長最快的路途 我其實最近也有這個感受 因為其實不太存在會有競爭的問題 對 是吧 反正這個詞幾 這個詞太大了 每年這個幾千萬首歌 你怎麼是有這個競爭的情況 這太大了你知道嗎 嗯 太多歌了 所以就不存在這麼一個競爭的情況 不知道你也不明白 我其實懂 因為在華語 我以前在台灣在滾池唱片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觀察 大家彼此發片的日期 不要互衝 然後大家歌手怎麼樣 發片的時間要分開等等 但是我會覺得 這個想法其實在國外是不太存在的 大家做音樂其實都會希望 能夠和大家彼此互相合作 然後互相分享大家的fanbase 讓我的群眾可以看到你 然後你也讓你的群眾可以看到我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成長 我覺得這其實是我在離開台灣之後 比較接受到我覺得跟華語音樂產業 很不太一樣的產業生態 你有這樣覺得嗎 對對對 現在華語音樂 我不知道你有這麼一個詞語 內卷 內卷 對我懂內卷 內卷意思就是大家就是在吃自己的市場 對對對 惡性競爭 然後各種各樣的 墨黑各種各樣的 真的很不健康你知道嗎 我也這麼覺得 真的是沒辦法 太長了 那除了在跟歌手跟producer合作之外 之後應該說之後呢 之後就是第一個就是跟那個Singer合作 然後跟那個製裝合作 然後第三點的還是沒有其他路 就是進大的產品公司 對我其實到最後還是覺得 這終究是最後的路途 因為你還是需要資源 你需要資源你就需要唱片公司 你有唱片公司的資源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繼續往前再跨一步 但是我得說我覺得在跟唱片公司 尤其因為我個人以前跟唱片公司合作經驗 就不是很好 我是說小時候 那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這是一個road map 所謂我們剛剛講的road map 就是它是有一個step by step 就是你不要一開始就想說你要進唱片公司 跟唱片公司合作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到最後就是它會決定 就是它叫你幹嘛你就幹嘛 因為沒有這麼多籌碼 是不是 對啊你沒有談判的籌碼 所以我覺得這個road map其實是很合理的 你自己找到一些人願意跟你合作 然後你的fanbase在這過程中越來越大 你找singer也好 你找producer也好 你的fanbase持續成長 然後到最後唱片公司真的要找你合作的時候 你才有一個可以跟他們談判的籌碼 你才有一個健康的合作關係 對 關鍵還是有籌碼這麼一個情況 對 是不是 好啦 那我覺得很高興今天可以跟你聊到一些 就是跟我在讀電月島之前過去到現在講的事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過去在這個頻道分享的 絕大多數都是你要如何靠自己DIY做到這些事情 那我在這方面的經驗非常缺乏 也就是跟唱片公司合作 然後找別人collab 然後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對於就是 就是獨立音樂島 因為我們其實也認識沒有多久對吧 那我其實也是最近才跟你分享的 就是我整個頻道操作的方式 但是我感覺好像認識你很久很久的感覺 是不是啊 我感覺好像認識你十幾年的這麼一個感覺 跟你聊天 我跟Site真的是從來沒有見過 我現在在英國 然後他現在也在香港 那我們其實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就是通了幾次電話 然後通了幾次email 然後聊了一些就是我們彼此經歷過多fucked up的事情 真的感覺相逢恨晚啊 我用這麼一個詞語吧 真的 那我想知道你對於這個 我在讀電月島做的方式 你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也看過您那個課程啊 感謝JES的分享給我 就是整個課程我都看了 知道嗎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我也是很科學 我跟你一樣很科學對吧 其實反正就是科學去 我們去得出的結論都不會錯了 知道嗎 就是您研究問題的方法 我是很肯定的 謝謝你 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在想 就是如果完全沒有資源 到底該怎麼辦 這是我一直在煩惱的事情 其實做市場跟做科學研究也是一樣 就是根據這個實驗結果去調整你的那個推廣的策略 知道嗎 嗯 然後您的這個方法是透過去這個實驗去獲得的 那肯定是可行的 對不對 嗯 是啦 我也覺得因為過去唱片產業推廣的方式 就是比較 該怎麼說 比較 我會說比較迷信吧 你就覺得找一個很厲害的企劃 然後找一個很厲害的宣傳 然後再找一個有名的導演 幫你拍個MV 然後呢 然後就不知道 會怎麼樣 根本沒有人知道 以前那個感覺這個做法就很不踏實的感覺 所以我一直想要找到一個就是比較科學 就像你講的 你能夠做 你能夠有個經驗 然後有個東西可以讓你參考 然後去做調整 然後讓你的方向越來越明確 我覺得這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真的這個 時代變了 大人 知道嗎 時代變了 好啦 那在最後 不如就看有沒有 你有什麼一些建議給這些就是菜鳥讀另一個人 剛開始如果想要就是朝向這個偉大的航道前進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大家 偉大的航道 痛苦的航道 我這樣子講 真的 給我們鼓勵大家 我覺得做音樂 大家都知道痛苦 說實在 真的想要賺大錢 躺著賺錢的不會來做音樂 所以 沒有這個說法的 沒有不可能躺著賺錢的這個做音樂 但是我也可以分享幾點吧 你說 幾點吧 就是 第一個就是我建議我們華人 這個台灣香港大陸這個音樂人 放眼世界 知道嗎 不要內卷 不要內卷 做音樂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很多那個 那個我看見上面有很多 Spotify上面有很多越南的 對啊 泰國的 現在泰國人超厲害的 欸 泰國的 然後這個韓國當然厲害了 他們全都去把自己的音樂 他是越南人的 但是去搞一首這麼英語歌出來 我也是啊是不是 你也是你的歌聽起來就是覺得 你不講我根本不會覺得你是一個香港人做的 哈哈哈哈 就是 我們現在做音樂真的不要去困死在一個地方 嗯 嗯 是吧 這個世界這麼大啊 多一些去出去看看啊 去闖到外面的世界去 知道嗎 我也在努力的朝這個方向邁進 呵呵 是是是 然後第二點呢 我覺得啊 就是其實啊 有一些這個台灣的那個音樂人啊 有一些是搞這個純音樂的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類型嗎 哦很多啊 現在很多人做beat啊 或者是做比較chill的 或者是lofi 現在很多人在做lofi 欸 對對對 其實他們可以投稿我 我我我我我我 剛才說的那些國際的唱片公司 有一些唱片公司 因為你沒有這個語言嘛 沒有這個歌詞嘛 哦 對對對 你不一定去投稿給那個台灣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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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自己華人的音樂公司 他們沒有這個 怎麼說沒有這個能力去欣賞您的這個作品 嗯 因為擅長的就不一樣 我得說 因為我以前在滾成唱片也是啊 他們擅長操作的方式 就不是這種風格的音樂 嗯 華語音樂還是比較怎麼說呢 還是我們一起走出去吧 呵呵 比較內卷 比較難我也覺得 因為我投廣告投到現在 我其實也覺得 華語音樂要往外打的難度 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然後第三個意見啊 我我個人意見啊 就是只適合那些比較希望紅起來的音樂人啊 如果您就是堅持把這個音樂去看作這麼一個藝術品啊 獨立音樂啊 那可以不聽 嗯 知道嗎 就是我的建議啊 就是您創作的那個初期一定要參考別人的作品 嗯 是吧 然後再加入一點自己的原創的成分 這個真的真的沒有什麼丟臉的 嗯 知道嗎 就是您不要這個那個音 現在這個音樂的這個結構太複雜了 您不要去從零開始去創作 嗯 知道嗎 其實我也我也很同意 因為儘管我一直以來都是強調獨立音樂跟就是所謂的自己的藝術 藝術價值去做原創作品 但是我還是覺得在創作初期其實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就算是做獨立音樂 然後我也很看重所謂的原創藝術品 但是我也覺得在剛開始做的時候 你多少都是要參考別人的 我自己也是我也是參考很多其他人的 然後再加一點自己的東西 然後出來嘗試 然後才慢慢理解到底自己想要做什麼 對對對對對 然後而且啊就是這個唱片公司啊 他們看中的風格都是比較都是比較當一的 您要把你的作品去投稿給他們 您必須去參考他的歌單裡面的作品 不要自己去搞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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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中生有 這麼一個事情 嗯 走走走走走很多網路 我這樣知道 嗯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因為很多人做音樂 也是都我覺得在台灣的產業環境 其實也是因為很多人在做音樂的時候 都會參考回去想說現在這個時代 紅的是什麼風格 然後回去猜測接下來紅的會是什麼風格 那你如果是用這個方式在做音樂的話 我覺得跟唱片公司合作就是會比較容易吃香 比較容易得到一些合作的知識 對對對 這一個我的這個建議啊 只適合去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去投稿 給唱片公司的人參考知道嗎 哦了解 確實啊這是很珍貴的經驗啊 我得說真的 我在認識你之前 我也沒有遇過任何人可以跟我分享這些很 這些就是很重要的資訊和經驗和心得 哎沒有了 真的是感謝你咧 哎沒有了沒有了 都是一點點經驗吧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好啦那接下來看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打一下歌吧 加減 哈哈哈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計畫跟大家分享 你最近有沒有什麼 有跟誰合作啊 或者是有什麼新歌要發表啊 什麼之類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哎哎哎沒問題 我下一首歌啊就是跟那個國外的也是國外歌手啊 一個黑人哥哥 嗯 一個黑人哥就是那個Chris Willis 啊 可惡 對對對 Rocket Heart 啊 一首健身的啊 一首這麼一個歌啊 也是電子音樂啊 7月1號發佈 哇讚讚讚好 期待期待你的新作品 哎謝謝謝謝 那今天就感謝你來參加我們這個節目和大家分享這些這麼寶貴的經驗啊 那希望我們就之後再繼續保持聯絡 然後我也很期待你發新的歌曲 好的 好啦那我們就感謝再一次我們就下次再見 好囉觀眾朋友們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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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